大家好 我是FuCo 歡迎來到事故夫判表 從上一集到現在已經收到了非常多的投稿了 今天我們就來看看這些車禍形態 該如何判斷造勢比例 詳細的規則我就放在這邊 有興趣的還請暫停看完 那麼我們就開始吧 第一支投稿影片 首先第一支影片可以看到 是機車騎士要執行通過入口 那前面因為入口堵塞的關係 汽車駕駛停在入口範圍裡面 那這個汽車駕駛右轉的時候 沒有打方向燈 兩台車就這樣子交織而發生車禍 那這個故事告訴我們 沒有要右轉的時候 不要靠右行駛 並且超車的時候應該要從左側超車 雖然入口是不應該超車的 第一件的車禍投稿很簡單就是 機車駕駛人在入口右側超車 為主要造勢責任 那汽車駕駛有右轉彎不宜規定 使用方向燈的造勢責任 接下來我們看下一個投稿影片 這個是第二支影片喔 那這種車禍形態在台灣 有一個非常霸道的東西 只要沒有耗置 支線道幹線道的車輛 兩台撞在一起不管怎麼樣 你們都有造勢責任 那這支影片很明顯就是 露營車行進5號之入口 為減速通過 為注意其他車輛 暫次要造勢責任 那這個闖出來的阿婆呢 她是行進5號之入口 未依規定停車再開 因為她的車道數是 單車道、雙向單車道 露營車這邊是雙向雙線車道 車道數比人家多 所以在判定上 露營車這邊是幹線道 阿婆這邊是支線道 那再來就是阿婆有一點 逆向行駛的可能 那也有可能只是 不依規定使入路芯搶快左轉彎 再來我們看下一支 再來是這個第三支的車禍影片 首先要說 這一種變換車道的方式 雖然危險 但是規則上並沒有違規 而撞上熊貓的這個汽車駕駛呢 熊貓都已經出現在你的 擋風玻璃前面這麼久的時間了 根本就沒有A柱直角 我看是手持式智慧型A柱吧 那這間車禍事故很明顯 就是機車駕駛人 尚未發現肇事責任 汽車駕駛人 未依規定注意車前路況 佔全部肇事責任 那我們來看下一支影片 再來這件車禍事故很明顯就是後車追撞 但是有一個問題不知道各位有沒有發現 就是被追撞的車 它是在黃燈的時候就停下來了 那這有沒有無故於車道中暫停的問題呢 答案是沒有的 因為黃燈的規則就是告支駕駛即將失去通行入權 那你搶黃燈過去 結果在過去的最後一秒之前變成紅燈了 遲床紅燈的罰單該有誰負責呢 那看到這支影片的各位拜託任何時候 都不要離前車太近 這件車禍事故很明顯 就是錄影車尚未發現肇事責任 後方追撞的機車佔全部肇事責任 那我們來看下一支影片 這種車禍形態就是非常容易發生的 欸!以為後面沒有車了然後左轉過去 結果旁邊的縫隙 鑽出一台車就跟它裝下去了 那這種事故形態呢 其實有一部分是工程單位的疏失 因為它把外車車道畫得太寬了 外車車道如果寬度是正常的 3.2米、2.8米 旁邊不足以讓機車駕駛穿越而過 那這種事故形態發生就會相對的減少 台灣會有這麼多這種事故形態 就是因為整個外車車道都畫得太寬了 不過我們的法規還是要求 轉彎車必須讓執行車先行 即便有視線死角 你都應該在確認完這個死角 沒有其他來車之後再做通過 那因為這是一個有耗製的交叉入口的關係 所以錄影車執行通過的時候 是不需要減速通過的 整個交通事故看下來 是執行車通過入口的時候 沒有違反任何交通規則 上位發現造勢責任 而左轉車未易規定停讓執行車先行 佔全部造勢責任 下一支影片 唉唷 這間車禍看起來爭議非常大哦 因為兩台車是屬於同一車道的前後車的狀態 那這種情況到底是後車在超越前車的時候 炒車不當而發生車禍 還是前車在違規回轉的時候 為讓執行車先行 這個就非常多的問題 那最主要的核心問題 應該是在如何定義前行車是什麼東西 如果所謂的前行車 是指該車左右橫移到佔據整個車道的範圍 都叫做前行車的話 那這毫無疑問就是超車不當的問題 那所謂的前行車 如果被定義為這台車寬的寬度 才叫做前行車的話 那這一個問題就是轉彎 不讓執行車的問題 那福可我個人是比較贊同後者的論述的 畢竟你在左右轉的時候 本來就應該僅靠最左側或最右側行駛 那包含回轉的時候也一樣 你必須僅靠最左側再進行回轉 以減少更多的車流交織 那如果以這個為前提 來判斷這件車或試過的話 那很明顯就是阿伯轉彎不讓執行車先行 並且有違規回轉彎的情形發生 至於錄影車有沒有未注意車前路況的情形 我們要來仔細算一下它有沒有反應時間 可以看到阿伯從亮起方向燈 並且車頭打偏的時候開始算起 一直到撞上去的時候一秒鐘都不到 這個是連1.5秒的反應時間都沒有的 很明顯我們的錄影車是無法注意 並避免這件事故的發生的 所以造勢責任是 錄影車未發現造勢責任 阿伯轉彎不讓執行車先行 並且違規回轉彎 佔全部造勢責任 接下來我們看下一支影片 這件車禍就跟剛剛其中一件說的一樣 在你有死角的時候 你必須先確認這個死角 沒有其他車輛再行通過 錄影車駕駛的視線 都被前方的右轉相形車給遮蔽住了 並且台灣的駕駛隔二子貼的是漆黑無比 你根本無法透過車窗來看到前面的路況 這種情況你被前方的相形車 釋放了遮蔽半邊天的魔法 你居然還有勇氣可以這樣子加速穿越 其實真的是非常勇敢 那這次很可惜是遇到了一個 以為只有右轉車要右轉過去的阿嬤 就這樣子相信後面沒有來車 而執行通過路口 雙方都以為死角後方沒有其他車輛 穿越路口而一起發生事故 並且也跟剛剛說明的一樣 在台灣只要是5號制路口 或是這種特種閃光的路口發生車禍 沒有人可以全身而退 行經閃光紅燈路口的路營車駕駛 有行經5號制路口 未一規定減速通過的造勢責任 而行經閃光紅燈路口的阿嬤 則是有未一規定停車再開的造勢責任 接下來我們看下一支車禍影片 哎呦 這個車禍很明顯就是帶轉的問題了 帶轉是一個會產生非常多車流交織的 一個很危險的行為 但即便它再怎麼危險 它也是現行台灣交通法規的一部分 並且在設置規則可以看到 帶轉的行為是先 直行進到帶轉區裡面 再執行通過路口 也就是說前面這個機車駕駛它是執行 後面的路營車也是執行 並且兩車是同一個行駛路線的前後車 即便前面這台執行機車沒有做出任何方向燈 因為帶轉本身就不需要使用方向燈 畢竟它是執行嘛 在造勢責任上很簡單就是 錄影車為注意車前路況佔全部造勢責任 但是FUGO這邊很想給交通部一個造勢責任 就是讓帶轉這種危險的行為 還繼續留在台灣殘害所有的用路人 接下來我們看下一支影片 那這個車禍也很簡單 閃光黃燈 閃光紅燈 那就跟剛剛說的一樣 5號制路口這種特種閃光的路口 你只要發生車禍 雙方都會有造勢責任 露營車駕駛唯一規定減速通過 紅衣機車騎士唯一規定讓半線到車先行 各位在通過這種5號制路口 或是特種閃光耗制的路口的時候 請注意一定要減速通過或停車再開 絕對不要在這裡發生車禍 因為你根本就不可能全身而退 甚至還可能會吃上一張違規的發單 接下來是最後一支投稿影片 好 來 看到這麼寬的外側車道 跟一整排的汽車塞車 就知道接下來大概會發生什麼事情了 那毫不意外的就是在車陣中穿出一台左轉車 然後把執行機車給撞下去 那這個問題還是一樣 為什麼要做出這麼寬的外側車道呢? 先說造勢責任很明顯就是錄影車未發現造勢責任 那左轉汽車呢 未一規定停讓執行車先行 佔全部造勢責任 那其實像我在左轉的時候 如果我是騎車 我會整個人 往前傾到挺過這個風鏡之後 再看看這邊有沒有來車 確認沒有完全確認死角後面沒有其他車輛的時候 再吹油門加速通過 即便我會停在對象的第一車道也是一樣 那如果開車的時候呢 一樣把整個身體往前傾 讓自己的頭盡可能往前越過方向盤 或者是你稍微起身也可以 盡可能的去消除死角的空間 確認後面沒有來車之後 再踩油門加速通過 盡可能的去防止這種事故形態的發生 那以上就是這次講解的10部車禍影片了 如果你也有影片想要投稿 請看資訊欄或置頂留言 如果對以上這些車禍事故的分析 有其他意見的也歡迎留言 我們一起討論 那我們就下集見